他六岁卖唱,二十八岁登上日本春晚,不仅精通多种语言,还演绎了千余首歌曲,他是八十年代众多歌星的启蒙老师,即便到了今天,也是中国歌坛无可匹敌的存在,但就是这么一个拿奖拿到手软,唱片卖到脱销的顶流,却在火遍亚洲后,突然客死他相。 更奇怪的是,在他去世以后,不仅按照军人国葬的标准,操办葬礼,还被一位国军少将公开爆料,他其实是一名台湾女间谍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,保持你的好奇心,咱们接着往下看。 1995年5月8日,42岁的邓丽君在泰国清迈,不幸适逝,一时间舆论哗然,无数歌迷悲痛不已,由于他的离世太过突然,不少歌迷对邓丽君的词音产生了怀疑。 但是没过多久,国民党的一些异乎寻常的举动,就成功地转移了大家的目光。 大家也知道,邓丽君的影响力很高,出禀当天,应该会有不少人前来调研。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,葬礼不仅全程被电视台转播记录,还有很多军政界的高层前来参加,他们不仅亲自宣读计文,还代表军方颁发给了邓丽君勋章和奖状。 最让人感到离谱的是,他的遗体上覆盖了国民党党旗,而台关的任务也是交友国军仪长队。 上一个拥有这么高规格待遇的人还是蒋亲国,这就让人很识不解了。 邓丽君作为一名义人,真的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吗?居然能按照军人国葬的标准来操板葬礼。 说到这里,咱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,那就是邓丽君的父亲邓叔。 他出生于河北省邯郸市,曾在黄埔薰小旧,虽然进入军队后一直没有什么功细,但据说他曾参加过著名的台儿庄战役。 在抗日战争中也出了一份力,后来老蒋败逃台湾,邓叔也跟随大部队来到台北,住在眷村不足三十平方的房子里。 因为他在事业上一事无成,一家七口的生活过得十分穷迫。 不过,辛苦的生活并没有压倒乐观的邓家人,他们时常会在收音机前一同听戏剧歌曲。 年幼的邓丽君也受其影响,跟随着曲调模仿起来,他一点也不怯场,经常当着众人的面,咿呀呀地横唱。 六岁时,小邓丽君进入了卢州国小念书,他在学校是个不折不扣的学渣,虽然国语学的还可以,但数学实在差得不行。 不过,即便是差生,也有自己擅长的事情,就像学校的文艺晚会上,就是邓丽君展现才华的时刻。 他甜美动听的声音,让人不禁拍手叫好,渐渐地也凭着过人的艺术天赋,成了校内红人。 而他不光参加校内的演出,还会利用课余时间参加一些比赛,获得一点奖金补贴家用。 后来,一位音乐老师向邓丽君的父亲建议,可以让孩子以唱歌为业。 自那以后,父母也将建议记在了心里,开始有意识地培养他的音乐素养。 八岁时,他正式接受了李承青的演唱指导,九岁就跟着九三郎乐队进行慰问演出。 十岁时,他凭借一首访英台,赢得了全台黄梅调歌唱比赛的冠军。 虽然那时他的年纪尚小,但这些恰恰都为他之后能够走上演艺生涯,打好了根基。 升上初中以后,邓丽君依然活跃于学校的各种舞台上,不放过任何可以表现自己的机会。 对此,同校的林青霞也曾回忆到,他刚入学时,就曾听说过这个名气很大的学姐。 不过,在展示才华的同时,邓丽君也认识到,不能只靠自己的老本,还是得继续提高自己的实力。 因此,他开始上歌手训练班,在翁清熙和其他几位大师的指点下,掌握了更全面的音乐知识。 值得一提的是,邓丽君的经典歌曲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,《小城故事》就是出自翁老之首。 当然,除此之外,邓丽君还会去舞厅,夜总会买唱。 毕竟,成名之路需要一定的资金支持,而他的歌声使观众听得如痴如醉,加上他幽默开朗的谈吐,让不少人对他都开始鹿转粉。 歌舞厅老板渐渐发现,只要是邓丽君的表演,观众肯定坐无虚席,于是各大舞厅都争着抢着邀请他上台。 随着知名度的提高,他的演出也越来越多,此时的他其实还是个初中生,因为经常请假, 本就不擅长的学业变得更加吃力。 随后,邓丽君决定放弃学业,全身心地投入到歌唱事业上。 邓丽君虽然中学一业,但他一直都是好学分子。 他曾经自学了多种语言,这一点从他的歌曲中也能看出。 而他的中文造诣也很深,据说在他的遗物里,还有正在读的《唐诗诵词》,张爱玲的小说和庄子。 14岁时,他就已经火遍岛内,在遇到了自己的伯乐以后,便签约了唱片公司,并发表了个人的首张唱片。 由于在那个年代,他给人形成的听觉上的冲击,以及心灵上的慰藉,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比拟的。 而他甜美爱笑的形象,也给人一种轻轻脱俗的感觉。 很快他就名声打造,甚至传到了海外。 走红后的他,每天到处巡回演唱,粉丝也一天比一天多了。 后来连国外都邀请他前去一盏歌喉。 1970年,邓丽君的歌声开始走出台湾,在香港、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地区流行。 由于经常出去开演唱会,这种体验也开阔了他的演技,帮他有了走向更广阔舞台的想法。 那时候,日本是全亚洲娱乐圈的皇冠,无论是音乐方面还是影视方面都发展得很好。 可以说,如果能在日本出道发展,才算是真正证明了自己的实力。 就在这个时候,日本保利多公司向他发出了邀请。 为了在这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,邓丽君决定去日本发展。 开创属于他的新时代。 后来,他凭借自己与众不同的人设和区风,在众多艺人中杀出重围,以一手偿还刷新的日本乐坛的最高纪录。 从此也走上了国际化的发展道路。 随着邓丽君的突然爆红,台湾当局这才意识到他在亚洲的影响力。 于是开始大力支持邓丽君,想着通过他来顺势宣传台湾。 不过,人红是非多,发生在1979年的假护照事件,就让邓丽君气深感受了一次政治漩涡所带来的创伤。 当时他接到日本公司的演出邀请,根据当时的规定,他手中所持的日本护照,在抵达台湾的当日,不能立即飞往日本。 但邓丽君当天还有其他行程,首先要赶回台湾。 为了保证演出顺利,他便想出了一个办法,那就是拿自己的印尼护照通关。 这本护照是印尼高官为了方便邓丽君去印尼演出,特意赠送给他的。 严格意义上讲,只能在印尼使用。 邓丽君不知道这些规定,以为可以通用。 谁知道,日本方面看到护照后,以为邓丽君已经移民。 由于各种信息的误查,让他们对护照问题产生了误解。 不过后来查清楚之后才知道,其实是个乌龙事件。 虽然这件事对邓丽君来说并不算什么,毕竟到最后误会也解除了,但糟糕的事情却在后面。 那就是邓丽君假护照事件发生后,国民党的态度非常奇怪。 当时他们在国际上处境很不舒坦,因此部分人觉得邓丽君这件事让他们蒙羞了,不希望他返回台湾。 此事令邓丽君十分伤心。 不过邓丽君与台湾当局的关系一直都非常微妙。 虽说他的葬礼规格很高,但是在他去世后仅仅仅一个月,已经退役的国民党少将谷正文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爆料。 邓丽君其实是台湾女间谍。 谷正文的这句话顿时引起了一阵骚动。 邓丽君不是一个歌手吗? 怎么会成为间谍人员呢? 谷正文对这一点进行了详细的说明。 他说邓丽君十五岁的时候,新加坡国家大剧院邀请他去演出。 那个时候,台湾对于艺人的发展并不太看重,甚至还不允许艺人轻易到国外。 再加上当时国军掀起了全民间谍的风潮,除非能够保证在外传递情报才能申请出镜。 为了女儿的发展,邓丽君的母亲颇于无奈,只好签署了这份文件。 不过,除了邓丽君曾参加过劳军演出以外,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证据,表明邓丽君传递过什么情报。 对此,谷正文又进一步解释说,邓丽君与特务组织里的女间谍不一样。 她虽然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,不具备间谍的技能以及工作,但他们可以利用她的名人效用和便利条件在必要的情况下,让邓丽君协助其他人进行身份掩护等任务。 如果这个消息是别人爆料,那还好说,但这个谷正文身份可不一般。 她曾是国党的叛徒,在一次活动中被国军抓捕,意志不坚定的她,没能扛住拷打审讯,最终便捷投敌。 后来她加入了军统机构,并受到了戴丽这个大特务看重。 戴丽对她十分赏识,甚至还在日记中夸赞道,谷正文博览群书,才堪打用。 国军逃至台湾以后,在毛人凤的介绍下,谷正文被蒋介石为以准认,他对大陆长期破坏和渗透,还参与策划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,要不是周总理突然改变了心肠,差点遭他毒手。 所以从一定程度上来说,谷正文所说的事情或许有那么一点点可信度,毕竟邓丽君确实出演过许多政治性的演出,他自己出身国军世家。 结合去世时的隆重的葬礼,让人很难不去相信这种事。 不过邓丽君到底是间谍还是歌手,我们外人不得而知,只能说他就是被台湾当局玩弄的一颗棋子罢了,哪怕是去世以后还在被他们打作文章。 如今大家对邓丽君的印象都是人美歌甜,真相已经随着他一起被深深埋葬。 或许这对一个被复杂的历史所束缚的女人来说,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,喜欢的朋友点赞关注,我们下期再见。